身为地表最强生物的泛马永次郎竟然被人质疑实力不行 于是他为了证明自己 当场就在擂台上表演了一波骚操作 在永次郎抵达华夏之前 小阿里曾经拜访过他 为了展示完善的阿里流拳法 小阿里想让永次郎亲身体验一下 曾经的阿里身为重量级选手 却有着轻量级和雨量级的速度 而小阿里刚才的全速已经达到了营量级或草量级 就在说话之际 永次郎突然出脚踢向对方 还好小阿里反应迅速 用父亲的后仰闪避勉强躲了过去 见状永次郎使出了阿里诸兽状态 这是曾经诸兽与阿里战斗师摆出的体态 至今还无人能够完美将其破解 永次郎想看看小阿里会怎么应对 但没想到看到这一幕的小阿里竟然摘下了拳套 他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很头痛这招 因为格斗技本来就是弱者为了从强者手上保护自己而诞生的 如果作为对手的强者自顾自地躺下 那自己就没有必要再去做什么了 小阿里的这一举动气的永次郎头发都立了起来 在狠狠一拳将房门打飞后 永次郎四下寻找小阿里的身影 但此时的小阿里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憋了一肚子火的永次郎只能拿整座酒店大楼撒起 没过多久 华夏白林四百年一次的擂台大赛正式拉开了序幕 聚集于此的不只有世界各地的12位海王 就连百年前的大擂台赛冠军也同样参加了比赛 郭海皇现如今已经146岁高龄 除他们之外 小阿里 范马永次郎和范马任牙三人也被授予了比赛资格 而第一场比赛就是由永次郎对战刘海王 虽然永次郎身为地表最强生物 但在华夏的名气却远不如刘海王 见观众的质疑声音非常大 举办方决定先测试下永次郎的实力 于是他们便派人搬来了40块瓦片 据说实力强大的人可以轻易打碎石片 好不容易有这种装逼机会 永次郎自然不会放过 只见他轻蔑一笑 随后缓缓抽出插在兜里的手 将其放在这座瓦塔上方 永次郎轻松把40块瓦片全部击碎 他觉得这只是一次无聊的表演罢 以不会说话不能反击的物体作为对手 根本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快感 可这话刘海王却并不认同 在他反驳永次郎的时候 他的双手也没闲着 脱下上衣露出了身上的爆炸肌肉 面对成名已久的强者 永次郎整个人变得异常兴奋 在他踏入永次郎的攻击范围后 对方瞬间向永次郎发起了进攻 但他没想到永次郎的速度更快 整只手掌都插入了永次郎的脸颊 刘海王想出手将永次郎的手拔出 可下一秒永次郎就猛然用力 直接把刘海王的脸撕了下来 并且嚣张地对台上的观众说 永次郎本以为战斗已经结束 正当他准备退场时 暴怒的烈海王走上了擂台 他整个人被气得浑身发抖 要求永次郎此时此刻和自己打一架 听到这话永次郎也是欣然接受 周身瞬间爆发出了一股恐怖的气息 剑撞烈海王连忙摆好了战斗姿态 可二人还没等开打 刘海王便站起身颤颤巍巍地向徒弟走去 将手掌用力搭上了烈海王的肩膀 他不想让别人插手自己的战斗 刘海王的这一脚紧紧踢坏了永次郎的衣服 为了表达尊重 永次郎对着刘海王发出最后一击 将这个倔强的老头彻底打得失去意识 大队台赛的手战由永次郎取得了胜利 这个男人是真牛逼 他每天都将手浸泡在各种毒药之中 经过长时间的训练 他的双手都已经布满了剧毒 号称剧毒之蛇的柳龙光在其面前只能算是弟弟 就在刚刚 百年一次的大类台赛正式开打 在永次郎一脚踢晕斗神刘海王后 第一场比赛也随之落下了帷幕 而第二场比赛则是小阿里对战巨人出海王 就在小黑进行热身的时候 烧江找上了他 手中还拿着之前小黑送给他的玩偶 小黑见到烧江非常高兴 在聊天中他得知任牙是烧江的恋人 谈到任牙的身体状态时 烧江却突然无脸开始大哭 随后小黑竟直接抱住了烧江 与妹子一起祈祷任牙能够平安无事 但这绿色的玩偶真的像任牙即将戴上的帽子 没过多久第二场比赛就正式开始 小黑面对的是身高超过两米的巨人出海王 在罗声敲响的瞬间 出海王率先发起进攻 可他刚抬起脚就被小黑偷袭了 楚海王强忍疼痛再次发起攻击 但是刚遭受致命打击的楚海王明显还没有完全恢复 强撑着身体向小黑攻了过去 可奇怪的是 小黑面对楚海王的攻击不断躲闪 好像是在等楚海王的身体完全恢复过来 然而就在楚海王的气势达到巅峰时 小黑终于出拳了 这一拳直接将对方打得失去了意识 此时各位海王才看出来 刚才小黑并不是在等楚海王恢复 而是在等待着可以一击决出胜负的出拳机会 海外的拳法家取得了两连胜 第三场比赛则是由李海王对战地表最强高中生贩马任牙 列海王告诉任牙 李海王是拳华下最厉害的用毒高手 二人的对决可能让任牙的身体以毒攻毒的方式觉醒 听到这话烧江再也绷不住了 直接爆发出真正的实力打向列海王 如果不是任牙及时阻止他 恐怕列海王没上擂台就提前殒命了 任牙向烧江承诺自己肯定会胜利 随后便静止走上了擂台 而他面对的李海王拥有一双恐怖的毒手 虽然任牙率先进攻成功踢中了对方 但他触碰毒手的脚尺时已经肿成了一个球 看到这一幕任牙没有一丝慌乱 因为他自己也早就身中剧毒 在将脚上的毒吸出后 任牙便如同没事人一样继续对战 可就在这时李海王突然伸出了自己的左手 任牙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于是下一秒他也把左手放了上去 二人全都打算速战速决 李海王对任牙发起攻击 但结果却被任牙用合气道扔到了半空 紧接着便被狠狠打飞了出去 当他落地时众人才发现 任牙刚刚的攻击被李海王用手掌挡住了 随后他再次向任牙伸出了手 在电光火时间 李海王对任牙发出无数次攻击 并且这一套组合拳打完后 他的毒手也恢复到了正常的大小和颜色 因为此刻李海王手中的剧毒 已经全部打入了任牙体内 而反应过来的任牙也意识到自己已经不行了 他强撑着身体想发起进攻 可还没等他挥出拳头 身体就不受控制地倒了下去 天空开始下起血雨 任牙奸奸一息地躺在地上 这是真正的地表最强出现了 稍将来到任牙的面前 把自己的爱灌注给了任牙 这一幕让永次郎都直呼自己儿子找到了个好女孩 感受到女友留下的伤心眼泪 任牙竟然奇迹地复活了 在将眼泪吞下之后 任牙整个人仿佛重活新生 面对李海王速度极快的鞭腿 他轻轻一跃就完美躲了过去 原来在1540年的明朝时期 鞋拳独手传入日本 他们本以为独手秘籍共有七卷 但没想到的是除此之外还另有五卷 前七卷是阴手 后五卷是羊手 只有学习完全部秘籍才能实现阴阳交融 虽然羊手也算是独手 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羊手反而可以解毒 身体恢复健康的任牙战力飙升 在李海王的攻击还没有成型的时候 任牙就全部将其挡了下来 面对李海王接下来的灵力攻势 任牙微微侧身轻松躲开 并且用自己的拳头 直接对上了李海王的灌手 李海王整个人都被打上了天 就在他双脚落地之时 任牙的最后一拳也到了 见李海王陷入了昏迷 任牙赶忙招呼医生上台进行救治 赛后任牙找到了烧江 向对方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拥有更健康的身体 二人日后才能在夜晚继续进行深入交流 这位146岁高龄的老人在走廊偶遇勇次郎 而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太弱了 在郭海皇的眼中 犯马勇次郎的身上充满了不足之处 老头认为他没有力量能压制住勇上来的冲动 一个不能控制冲动的人是无法真正变得强大 于是他为了让勇次郎理解这层含义 在接下来的第四场比赛当中 郭海皇决定拿萨姆旺海王开刀 二人之间的年龄相差121岁 萨姆旺的师父苏柳胜18年前去到泰国 与泰拳选手比赛赚取奖金 在偶然间他看见少年萨姆旺正在和眼镜蛇玩耍 这也是华夏拳法和泰拳历史性的一次碰撞 从此之后两人开始一对一的练拳 十年的时间转瞬即逝 在赛后的采访环节 记者询问郭海皇那一指是否能打碎砖头 听到这话 老人却直接来到了记者面前 他认为武术要照顾到女人和小孩这些没有力量的弱者 否则的话就会变得没有任何意义 只要能抓住完美的时机 那么连速度都不需要就能战胜对手 而另一边的萨姆旺海王强忍着爆弹剧痛 想到自己被别人以这种吃辱方式击败 他气得将身旁的柱子都直接剔碎 可就在这个时候 看热闹的范马俑次郎开口了 面对地表最强生物的嘲讽 萨姆旺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 他朝永次郎狠狠踢出一脚 然而迎接他的却是永次郎干净利落的秒杀 与此同时 解毒成功的任牙被列海王安排了一顿豪华的恢复餐 品尝到如此美味 任牙三下五除二便将食物全部消灭 而餐后典型是列海王为任牙准备的食生水加四公斤果汤 这是能让其身体回到最佳状态的好东西 听到这话任牙果断干了这一大桶糖水 很快他的身体就不断冒出蒸气 这是肉体在迅速恢复的迹象 整整持续了两分半 躺在地上的任牙才睁开双眼 此刻他的身体已经恢复到了巅峰 并且与之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时外面擂台赛的第五场比赛也开始了 由金刚拳杨海王对战米国的多利安海王 在多利安上场之前 奥利巴还贴心地将一颗糖尉给了他 战斗刚一开始 杨海王便对多利安展开了灵力攻势 把他含在嘴里的糖果都打了出来 多利安想上前捡回地上的糖果 可结果迎来的却是杨海王单方面的殴打 突然多利安握紧了自己的拳头 就在我以为这家伙可能要被打恢复的时候 杨海王一套闪电五连边下来 二人便彻底分出了胜负 华夏终于扳回了一分 此时奥利巴来到了多利安身边 将地上的糖果放到嘴里弄干净后 再次把他放回了多利安的嘴里 吃到糖果的多利安恢复了力量 站起身跟随奥利巴走下了擂台 可半路杨海王却找上了多利安 他认为对方并没有使出实力 提出想要跟多利安再比一场 但是奥利巴知道多利安现在生病了 于是他便替多利安接下了这场决斗 杨海王看着奥利巴见瘦的肌肉 他以为对方只是个有蛮力的黑人 可随着奥利巴抓住杨海王的胳膊 下一秒他竟然连拳头都无法打开 吃扁的杨海王向奥利巴踢出一脚 但没想到对方连身形都没有移动过 此时杨海王承认了奥利巴的实力 于是二人决定重回擂台再比一场 比赛刚一开始 杨海王就对奥利巴挑衅 他吹嘘自己的实力无比强大 身体更是如同钻石一般坚硬 从小他的身体就用木箭击打 然后再经过铁链的鞭打 最后让大型车碾过自己的腹部 甚至可以达到肉身接炮弹的程度 在台风来袭的夜晚 杨海王前往落差30公尺的瀑布下 接受最终试炼 直到黎明才出关 他信心满满地让奥利巴 用尽全力来攻击自己 面对金刚拳杨海王的挑衅 奥利巴当然是恭敬不如从命 于是他缓缓伸出手掌 按住了对方的脑袋 身为地表最强生物的范马勇次郎 竟然被儿子刃牙嘲讽了 为了让勇次郎接受自己的挑战 恢复巅峰状态的韧牙上来 就对老爸开始嘲讽 虽然他嘴上说 勇次郎的实力是被吹出来的 但自己的身体却非常诚实 双脚紧张地止不住颤抖 而下一秒 勇次郎便直接将韧牙按在墙上 他认为现在的韧牙 还没有挑战自己的资格 任牙整个人直接破墙飞了出去 这时他才意识到勇次郎和自己的实力差距 被教训的任牙再次起身向里面冲去 但当他返回走廊时 却发现勇次郎不知何时已经离开 得知父亲离开的任牙竟然下意识松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 大类台赛的第六场比赛正式打响 双方分别是日本空拳道的季海王和善用三合拳的陈海王 比赛刚一开始 季海王便突然出手打向对方 但是陈海王反应迅速 反手一拳就将季海王打飞了数十米 陈海王的三合拳是将气融入拳中 并且在对战力量过于强大的对手之时 他还会把气、拳、地都融合起来 利用周围的环境来迎战对手 话音刚落 陈海王便猛然出手 调用全身的力量使出一记漂亮的肘击 落入下风的季海王这时却突然开口 询问陈海王是否愿意前往日本 一起指导他的两万四千名弟子 最终在季海王的这番花言巧语下 陈海王动摇了那颗强者之心 就在他走神的瞬间 季海王抓住机会猛然出手 将其制服后卸下了他的肩膀 从而顺利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没过多久 第六场比赛就开始了 由白灵四的猎海王对战截拳道的孙海王 孙海王一上台就吹嘘自己的实力 只见他伸出双手猛的用力 手指上戴着的十个金戒指便应声断裂 观众们对他恐怖的卧力感到震惊 不仅如此 孙海王还表示自己成为海王七年有余 这是他第一次解开封印 可听到这话烈海王并没有惧怕 而是突然大喝一声 随后快步上前用右手一把抓住孙海王的左手 准备用卧力和对方决一胜负 因为他认为孙海王的卧力远比不上曾经遇到的花山勋 最终孙海王在卧力领域败给了烈海王 在将其打得失去意识后 烈海王便缓缓走下了擂台 第六场比赛结束 郭海黄当即就把众人召集过来 表示自己对这次擂台赛非常失望 因为六场比赛下来取得胜利的华夏格斗家竟只有两人 这让身为守护者一方的海王颜面扫地 于是郭海黄让武术省的三个老头伸出自己的惯用手 郭海黄用手刀斩下了这三人的一只手作为惩罚 为了避免海黄之名流到国外 他从外面请来了两位外援 分别是自己120岁时生下的儿子春成 还有自己的好友龙淑文 二人将加入华夏联合军对战其余外国人 郭海黄把毛海王打晕踢出了队伍 准备和永次郎几人进行一场5v5的比赛 烈海王将这消息告知了永次郎 听到临时修改的比赛规则 永次郎不禁大笑出声 可当他们知道新加入两名成员的名字时却大吃一惊 奥利巴想趁机索要谢甜头 但永次郎却突然出口接下了这场比赛 就这样 为了守护海黄称号的华夏队与外国队即将开打 永次郎将之前郭海黄对其说过的话 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他 在上场之前 纪海王告诉了奥利巴关于龙书文的事迹 此人从15岁就开始打擂台赛 这30年里无一败己 但奥利巴脸上的笑容依旧没有变化 在其踏上擂台后 看到的却是盘西打坐的龙书文 神秘的龙书文对战地表最自由的男人奥利巴 随着比赛开始的罗声敲响 奥利巴率先走到龙书文面前 崛起拳头便狠狠砸下 可这一击却被对方用手臂挡了下来 甚至另一只手还插在口袋里 奥利巴连子弹都打不穿的肉体 竟然被龙书文用手轻松划伤 感知到对方强悍的实力 他猛然上前想继续进攻 可下一秒龙书文就用脚尖踩到了奥利巴 然后狠狠一脚将其踢飞 这个男人双手插都不知道什么叫对手 因为他纵横地下全场30年都未尝一败 今天龙书文将对战地表最自由的男人奥利巴 在短暂的交手过后 台下观战的勇次郎发现 龙书文用的是拘合 他站姿看似毫无防备 但实际上随时都在找机会出手 奥利巴还未碰到龙书文 下一秒自己的耳膜便被直接打穿 比起双手备战的姿势 龙书文双手插口袋的姿势看起来非常装逼 虽然乍一看破绽百出 但实际上却与快速拔刀的拘合动作一样 见奥利巴遭受如此攻击依旧谈笑风生 龙书文终于认可了对方 这时奥利巴做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动作 而奥利巴这一举动成功激怒了龙书文 只见龙缓缓抽出了插在兜里的双手 然后趁着奥利巴还在打嘴炮时 瞬间上前给了他一巴掌 龙的速度实在太快 奥利巴甚至没有机会抽出自己的双手 为了回敬奥利巴的嘲讽 龙将拳头轻轻打向了对方 这次奥利巴终于反应过来 插在兜里的双手也本能抽了出来 龙走上前让奥利巴先动手 无论是击打腹部或者踢要害都可以 听到这话奥利巴也没有客气 随即将双手高高举起 然而就在奥利巴攻击的瞬间 地表最自由的男人就这样被击倒 剑刃牙对聚合拳法一窍不通 身为父亲的勇刺狼开始为其讲解 龙书文不是拔拳后才发动攻击 而是手维持原状 靠扭转腰杆的动作拔出拳头 攻击在口袋中便已经完成 最差也能和对方的出手时间相同 龙书文想结束这场比赛 但下一秒奥利巴便一跃而起 重新站到了擂台上 此时他已经看透了龙书文的招式 并且找到了击败对手的方法 只见奥利巴将双手再次插进兜里 这一次奥利巴选择原地防御 利用自己强悍无比的肌肉扛下所有攻击 然后缓缓抽出双手 战况瞬间反转 再次站起来的龙表情变得极为严肃 双手再次插入了口袋中 奥利巴准备和龙书文用拔拳术一决胜负 可他话还没说完 龙书文就率先出手 每一击都打在奥利巴的要害 但无论他怎么攻击 奥利巴都没有做出任何防御 最后奥利巴找到机会 双手抓住了龙的脑袋 调用自己全身的力量 狠狠一头锤砸在了龙的脸上 虽然龙书文的眼泪都被打了出来 但他并没有放弃 而是用出灌手刺向奥利巴的腹部 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由于奥利巴紧绷的肌肉实在太硬 龙书文的双手竟然瞬间折断 随着奥利巴的最后一击落下 龙书文也被打得失去了意识 直到比赛结束他的手还插在兜里 随时准备向奥利巴发起进攻 第一局华夏队迎来首败 此时郭海皇也终于正式起了国外这群高手 为了避免海皇称号流入外国 他决定剩下的四场比赛全部由自己亲自出马 可春城这时上前拦住了他 春城保证自己上场能干掉所有对手 见自己的儿子自信满满 郭海皇终于同意派春城来出战 而他的对手则是地表最强高中生犯马任牙 比赛刚一开始 春城就快步向任牙冲了过去 面对春城的攻击 任牙微微侧身便闪到了一旁 随后用拳头精准击中春城的下落 这导致他的大脑与头骨产生强烈碰撞 从而引发了脑震荡 在春城失去意识之际 任牙对他的下额再次挥出一技上勾拳 最后用左脚背使出回旋梯 这场战斗持续了仅仅两秒便彻底结束 另一边回到休息室的春城缓缓苏醒 郭海皇怀疑春城到底是不是自己亲生的 此时的华夏队已经不能再失败了 如果烈海王败北 那么他们就会彻底输掉比赛 烈海王的对手是日本的空拳道季海王 比赛刚一开始 季海王就伸出自己的右手想要跟烈海王握手 剑撞烈海王也收起了战斗姿态 上前握住了对方的手 但卑鄙的季海王只是想借助握手的时机展开偷袭 结果他没想到烈海王的反应如此迅速 反手扣住了他的关节 随后将其甩飞出去 季海王深知自己不是烈海王的对手 于是他恬不知耻地再次要求握手 这卑鄙的招数连观众都看不下去了 但是烈海王还是握住了对方的手 烈海王利用腰部的力量站稳身形 然后用力将季海王甩飞了出去 此时现场的观众都有些期待 烈海王会如何对付这世间罕见的卑鄙之人呢 这个光头实在太卑鄙了 在百年一次的海皇争霸赛上 他竟然一直要求与烈海王握手 但实际上他是想趁机偷袭获得胜利 即便两次被对方识破 季海王依旧不知羞耻地向烈海王请求握手 面对对手一而再再而三的卑鄙行为 烈海王也是直接不忍了 在握住季海王手的瞬间 烈海王突然发起攻击 这暴雨离花般的猛烈攻势 差点把光头当场打去时 但就算受到如此重创 他依然没有放开烈海王的手 季海王用全身的力量将烈海王的右臂搞脱臼 面对光头如此卑鄙的行为 台上的观众都看不下去了 纷纷跳入场内要群殴这个卑鄙小人 可就在这时 烈海王将观众全部喝止在原地 他们普通人不应该进入比武擂台 虽然烈海王失去了右臂 但这也只是稍微拉近了二人之间的实力差距 因为烈海王可是华夏最天才的格斗家 季海王发誓要将对方挖回日本一起教导学生 话音刚落 烈海王就突然出手向对方发起了三段踢 随后更是用脚趾抓住了季海王的两根手指 将其整个人都甩到了空中 被吊打的季海王发现双方的实力差距太大 于是便率先出手向烈海王发起进攻 趁对方抬腿使用踢击的时候 季海王快速抓住了烈海王的脚踝 然后狠狠按向三英镜的交汇处 即使是烈海王这种硬汉也会痛得无法站立 季海王朝对方狠狠踢出一脚 此时的局势再次发生逆转 季海王经过短暂的思考 他再次向烈海王搭话 提出想要治好对方手臂的请求 面对季海王伸出的手 烈海王再次选择了相信 台下的观众以为这又是光头的卑鄙招数 但这次季海王却没有耍花招 他真的将烈海王脱臼的手臂治好了 季海王想与对方展开正面对决 烈海王迅猛的攻势把光头打得节节败退 根本没有一丝还手的机会 所以他只能选择防守 好不容易抓住一次反击的机会 结果却被烈海王轻松挡了下来 见自己打不过对方 季海王竟然选择抱头跪地 这操作给烈海王都整不会了 等了许久季海王也没有遭受到攻击 他还以为烈海王放弃了比赛 暴怒的烈海王终于被光头找到一丝机会 他用自己的头狠狠撞向对方 这卑鄙的招数让烈海王彻底怒了 他再次出手向对方发起猛烈的攻势 下一秒季海王却变成了抱头跪地的姿态 用背部承受到来的攻击 因为背部的防御能力为正面的七倍 他认为自己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可以找到机会 烈海王发泄过后终于冷静了下来 他已经想出了破解对方防御的办法 由于烈海王对脊椎发起攻击 这才导致光头神经反射地站了起来 现在他想躲避烈海王的攻击已经来不及了 季海王被从正面狠狠击中 他终于失去意识倒了下去 但即便如此 这家伙的双手也依然紧握烈海王的手臂不放 他获得了烈海王的认可 为了给予对方尊重 烈海王将其扶下了擂台 可就在任牙准备接过季海王的时候 令他们大跌眼镜的事发生了 没想到光头刚才只是在装晕 这行为也让烈海王对他没有了一丝好感 而对于这场比赛的势力 其余四人并没有责怪季海王 因为能打败烈海王的人找遍全世界都屈之可数 没过多久 第四场比赛就正式开始了 在对范海王和小阿里做了简单的介绍后 比赛开始的罗生便被敲响 小黑率先向对方发起了进攻 这一拳直接划伤了范海王的脸颊 而看着对方在原地不断蹦跳 范海王脸上露出了一丝不屑 因为在紧张的战斗中 小黑根本无法用出踢技 即使范海王的攻击没有打到对方 二人的攻击距离也有着明显的差距 只要他继续用腿进攻 那么小黑的拳击就无法打中自己 并且二人的角力与臂力之间 有着相当大的力量差距 所以范海王认为自己现在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但拳击里其实也存在踢技 只不过踢的对象并不是对手 这两拳直接将范海王打倒在地 就在小黑认为自己已经获胜的时候 范海王却从后面叫住了他 然后向其发出了对战邀请 见状小黑也准备回到擂台继续战斗 可当他看到对方的状态时却停下了脚步 下一秒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中外对抗的第四场比赛就此拉下了帷幕 百岁老人轻轻一拳挥出 竟然让地表最强生物害怕的连忙闪开 随着郭海王的步步逼近 永次郎被吓得不断后退 随着前四场比赛的结束 华夏队已经没有了任何胜利希望 但在这个时候 永次郎却依旧站上了擂台 邀请郭海王做最后的对决 只要这位146岁的老人能打赢自己 那么不管之前的比赛输得再多 最终也将会使华夏获得胜利 随着比赛的罗声敲响 老头率先出手将轮椅扔向永次郎 可对这种小把戏 永次郎抬手就把轮椅接了下来 随后轻轻将其放到了地上 身为地表最强生物的永次郎 竟然在后面亲自推着郭海王 他对老人能一直最心于修行表示尊敬 因为二者都有共同之处 那就是可以为了力量舍弃世间一切 郭海王缓缓吞下了上衣 讲述起了百年前的自己 他年轻时想方设法锻炼力量 小巧的骨骼装满了高密度的肌肉 单论万力甚至可以达到亚洲第一 年轻时的郭海王认为权力不过是无稽之谈 可突然有一天他见到了真正的高手 一位年龄超过六旬的瘦弱老人 只用权力便痛欧了郭海王一顿 从那天开始 他扔掉了所有的锻炼器材 与自己的肌肉做了最后的诀别 然后专心锻炼学习权力 直到九十多岁他才真正将其掌握 永次郎听到这话非常开心 这场比赛他将用力量对战权力 当郭海王离开轮椅时 轮椅瞬间变得四分五裂 一边是习武超过140年的郭海王 一边是号称地表最强生物的泛马永次郎 纠集的暴力对战纠集的武术 到底哪一方才是最终的赢家 永次郎率先发起攻击 可老头只是轻轻一跃变到了半空 永次郎刚才打中的 竟然只是郭海王所佩戴的墨镜 因为对方使用了顶级武术技巧销利 永次郎不信邪 再次狠狠一脚踢向郭海王 虽然老头被打中了 但其中恐怖的力量 却没有对其造成实际性伤害 他为了抵消攻击 故意让自己的下巴脱久 正常人在战斗中总是会肌肉紧绷 然而放松的身体 其实更能承受敌人的攻击 就像对着漂浮的纸巾挥剃刀一样 可就算萧莉再怎么牛逼 郭海王也不能抵消永次郎所有的攻击 这次他被踢中的鼻子 还是受到伤害流出了鲜血 见状郭海王不禁夸奖其永次郎 因为他已经几十年没有受过伤了 听到这话的永次郎 却突然大笑出声 当人面临危险的时候 身体就会发映 这是动物自然的生理反应 而人类经过训练可以克服这种本能 面对郭海王的主动出击 永次郎只是轻轻拉住了他的一根头发 在拉断的那一刹那 郭海王的身体因为本能出现了一瞬间的僵直 而迎接他的则是永次郎凶猛的一拳 不得不说永次郎真是战斗方面的天才 这时郭海王缓缓起身 表示永次郎刚才差点就死了 可永次郎并不相信老头的这些鬼话 但随着郭海王的一拳挥出 永次郎瞬间全身汗毛倒数 没想到面对老头轻飘飘的一拳 他的身体竟然本能地感知到了危险 随着郭海王的不断靠近 永次郎竟不知不觉后退到墙角处 场上众人全部不懂 为什么这个日本人会害怕一个老头的攻击 但下一秒他们便明白了郭海王到底有多强 没想到看似无力的一拳破坏力竟如此惊远 而这也是郭海王的销利技巧 他利用销利将自己的身体放松到极致 然后将防守的销利转化为攻击的销利 把身体的力量集中爆发到一点 郭海王轻飘飘的一拳竟然能将超过200斤的永次郎打飞 紧接着他便再次出手 一巴掌把永次郎打得在空中旋转了360度 此时的郭海王有点膨胀 以长辈的语气开始教育永次郎 可下一秒对方竟然笑了出来 嘲讽老头年龄大了有些糊涂 该发现的事情到现在竟然还没发现 随着郭海王将轮椅扔向永次郎 众人才终于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永次郎现在用的正是郭海王的销利 这次面对老头的拳头 永次郎轻松便用销利化解了攻击 他竟然在这交手的几个回合中 就学会了郭海王修炼几十年的销利技巧 就当郭海王以为永次郎要用销利和自己一决胜负时 永次郎却突然开口说他不会再用销利了 刚才只是想斗一下展示出得意技的郭海王而已 永次郎追求的是极致的力量 郭海王这种风格根本不适合他 这一拳直接将擂台轰出了一个大坑 作为地表最强生物 永次郎认为战斗就是力量的解放 而放松根本不能把力量宣泄出来 什么才是地表最强生物 永次郎一拳打在地面 甚至引发了小范围的地震 永次郎向郭海王诠释了什么才是纠集的力量 他表示不会再用销利 因为不管是秘诀 奥义还是各种武术 在他眼中都是弱者使用的东西 面对永次郎凶猛的一拳 郭海王并没有躲闪 只是被动地使用销利去抵挡 台上的观众见状不禁为老人捏了把冷汗 此时的郭海王终于开始反击 他瞅准机会一脚踢出 直接将永次郎踹出去了数十米 永次郎再次上前发起进攻 可结果力量却被郭海王用销利抵消 随后老头还顺势踢了他一脚 而永次郎为了破解对方的技巧 他不断将郭海王打向墙壁 利用墙壁的反作用力来破解老头的销利 这一幕让烈海王有些不忍之事 要知道永次郎现在殴打的可是146岁的老人 经过郭海王的不断努力 永次郎终于被他一脚踢翻在地 就在老头觉得自己取得了一丝优势时 永次郎再次给他浇了一盆冷水 只见他用肌肉撑破上衣 露出了自己如同魔鬼面孔的背部肌肉 当永次郎用出鬼背之时 那就是他打算结束这场战斗了 郭海王此时终于明白 为什么永次郎会将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人 全部视为弱者 就像百兽之王的狮子 不会把其他动物视为对手一样 犯马永次郎便是那唯一的王 二人的战斗再次打响 可结果下一秒郭海王就被打飞了出去 郭海王绝望地向永次郎发起无数次进攻 然而永次郎却没有摆出任何防御姿态 不管郭海王如何攻击 永次郎的身形都没有一动分毫 他用纯粹的肉体力量扛下了所有 但当永次郎把双手从兜里拿出来时 永次郎想用全力一击结束战斗 但他的拳头却突然停在了半空 因为此刻站在场上的郭海王已经寿终正气 医生检查过后 把老人死亡的消息说了出来 永次郎被气得差点当场暴走 因为他再也没有机会战胜郭海王了 但让永次郎意想不到的是 当郭海王被医疗团队抬回后台 下一秒今又神奇地活了过来 如果刚刚郭海王中了永次郎的那一拳 那他一定会当场死亡 而此时他却利用假死活了下来 这便是武术的胜利 因为从古至今 只要对手死亡便无法分出胜负 所以他用这一招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到了晚上 郭海王再次找到永次郎 他承认了对方海王的身份 但永次郎心中明白 即使自己打败了郭海王 华夏也不会有人让他使用这个称号 临走时郭海王向永次郎邀约 百年后二人再战一场 因为他也想被人叫叫看地表最强生物 第二天任牙等人便乘坐直升机踏上了归途 一日清晨任牙照例早起 迎着朝阳进行跑步训练 他跑入一处公园的树海中 像一棵巨型古树打起了招呼 这棵古树从任牙小时候就在关注他 就在这时 小黑找上了任牙 想要与他一较高下 可任牙却果断拒绝了对方 因为他现在除了永次郎 不想和其他的人交手 为了得到鬼报之力 小黑决定向任牙宣战 只有最终的胜者才能拥有烧姜 就在刚刚 小黑将烧姜约到了一间咖啡馆 他把自己要和任牙比赛的消息告诉了妹子 随后更是直接向烧姜表达了爱意 听到这话烧姜惊得满头大汗 没有丝毫犹豫便拒绝了对方 可小黑并没有放弃去追求烧姜 而是开始给妹子洗脑 作为世界第一的女性 她要做的是与世界第一的男性邂逅 小黑想向烧姜证明自己就是那个人 在说话之际 这家伙竟然趁妹子不注意稳了上去 在占过烧姜的便宜后 小黑潇洒地离开了咖啡馆 到了晚上 小黑找上了任牙很尊敬的色川刚起 老头见状也不废话 直接脱下外衣准备战斗 别看他外表瘦小 气势却堪比凶残的猛兽 色川率先发起进攻 鞋子以及眼镜都被他当成武器 没经过社会毒打的小黑瞬间就吃了大亏 色川抓住了他的手腕 随后用和气道将其狠狠砸到了地上 在被对方教育了一顿后 小黑终于不敢在轻视面前这位神秘老者 他使出阿里留五步在原地不断跳跃 色川健壮也摆出了战斗姿态 他觉得拳击的百年历史还是太短了 但很快色川便为自己的轻视付出了代价 在气还没反应过来时 小黑的拳头便贴到了他的脸上 如果小黑停下的拳头是对老头的同情 那么他再次挥出的拳头便是对武术家的尊重 大意的色川就这样败在小黑的手中 而小黑温柔的行为也打动了老者 与此同时 烧江把有人表白自己的消息告诉了任牙 而任牙对此却突然感到了一丝不安 他表示自己会尊重烧江的选择 而小黑这边则是又找到了下一位武术家 那就是被称为武神的余地独步 二人没有过多交谈便直接动起了手 在躲过小黑的第一轮攻击后 独步也摆出了战斗姿态 他将帽子和眼睛扔向小黑 但是吃过一次亏的小黑早已有了准备 对着冲过来的独步狠狠打了一拳 随后他乘胜追击 直接将独步打翻在地 独步这时终于明白自己在运动方面赢不了对方 于是他双手插兜 决定用丰富的战斗经验来与小黑对战 见对方站在原地不动 小黑快速挥出了一拳 独步并没有闪躲 可结果小黑的攻击却没有命中对方 这时独步开始反击 一拳就打得小黑痛不欲生 小黑不理解为什么自己的攻击打不中对方 然而独步却告诉他 刚才那个是剑刀 现在才是真刀真枪的比试 因为真剑比目剑短的原因 所以在小黑眼中的距离发生了变化 身体本能会自动缩短步伐 听了独步的这番话 小黑终于将这场战斗当成了生死对决 接下来必定要有一方倒下才能结束 随着独步气势的不断攀升 小黑也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他再次向对方发起攻击 攻击竟然被小黑在千钧一发之际躲开了 并且对方还趁此机会做出了反击 独步的大脑遭受攻击 此刻仿佛有无数只蚂蚁在从脚底向上爬 他整个人都倒在地上失去了意识 而正在跟烧将约会的任牙还不知道发生的这些事 殊不知一位努力的牛头人 正在快速地向他靠近 这对小情侣互相说着甜言蜜语 在不知不觉间就开始拥吻起来 小黑这时恰好来到了二人身后 打断人家的好事他不仅不道歉 竟然还向任牙表示自己要与烧将结婚 听到这话烧将眼泪都要笑出来了 正常人谁会在这个地方告白呀 任牙以为对方是想用烧将来激怒自己 从而达到跟他决斗的目的 但小黑却再次重申了一遍自己要追求烧将小姐 不得不说小黑真是太会了 尽管烧将解释自己是任牙的女朋友 但任牙却表示自己会尊重烧将的选择 如果认为他不行的话可以随时和别人在一起 此话一出直接正中小黑下怀 看自己终于可以与任牙公平争夺鬼报 小黑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当人开始膨胀自大 那他便已经离失败不远了 就在刚刚 小阿里击败了色川与独步两位绝顶高手 自信心爆棚的他找到了正在就餐的杰克 想要与对方一较高下 杰克果断接下了小黑的挑战 二人来到一处阴暗的地下 虽然这个地方有些狭小 但对杰克而言已经足够了 此时小黑挥拳做起了热身活动 而杰克则是脱下了自己的上衣 这一拳的瞬间便发起了攻击 但这一拳却被小黑轻松闪避 并且对方还趁机打中了他的头部 杰克夸奖了小黑一句后 便再次上前和对方打起了近身战 承受了小黑几次攻击的杰克感觉不痛不痒 随后他一脚直接将小黑狠狠踢到了墙上 双方巨大的实力差距让小黑感到绝望 如此强大的家伙竟然只是个亚军 那么身为冠军的刃牙实力到底强大到了什么地步 面对小黑的权力一击 杰克用肉体硬扛了下来 随后他一把抱住小黑 将其整个人都举了起来 狠狠摔在地上的小黑此时有些发猛 双眼的视线也开始逐渐恍惚 杰克毫不留情地一拳砸下 把地面都打出了一个大坑 他弯腰仔细观察小黑是否还能继续战斗 只要对方还能动弹 杰克便会继续发起攻击 没过多久小黑被打得没有了一丝反应 然而就在杰克穿衣服的时候 小黑这个家伙竟再次站了起来 他向杰克解释 但凭借强悍的肉体 杰克很快就从大脑震荡中缓了过来 随后一拳将小黑打到了墙边 面对这家伙的伸舌头挑衅 杰克狠狠一拳直接砸在了小黑的脸上 将他的舌头都当场打断 解决完战斗的杰克转身准备离开 然而瘫倒在地的小黑却还在叫嚣着让杰克继续攻击 可杰克只看了一眼对方就选择了离开 五天之后小黑再次约见烧姜 虽然他已经遍体鳞伤 但幸运的是他的舌头最终被接上 比起身体的疼痛 接下来烧姜说的话才是最痛的 此时一道声音突然打断了二人 色川想找小黑出去单聊 因为他对小黑的舔狗行为已经看不下去了 由于之前色川输给了对方 所以他这次把小黑约到公园 准备再和对方决斗一次 在色川的眼中 上次二人的战斗只不过是游戏而已 这次他可不会再小瞧对方了 随着色川摆出战斗姿态 小黑也在原地用出了阿里流五步 小黑不仅被老头狠狠揍了一顿 他的手指也被折断了好几根 教育完小黑的色川转身离去 只剩下一脸惨壮的小黑躺在地上 小黑每次和烧姜见面 他的伤势就会加重一分 但折磨并没有就此结束 因为咖啡店外的独步阵士又找上了小黑 将其带到了一处空地 这些老六明明已经被击败 现在却还要继续挑战 并且专门挑小黑受重伤的时候 小黑本打算以状态不佳拒绝独步 在独步的激将法下 小黑还是拆下绷带准备握拳应战 见独步缓缓走向自己 小黑率先出拳进行攻击 可结果独步却用额头接下了这一招 小黑的手指也因此再度受伤 而独步这个光头突然开始不讲武德 几次攻击的目标都是小黑受伤的手 还每其名曰打架打弱点是常识 可怜的小黑只能撕开衣服将手包裹起来 就这样 小黑被独步再次胖揍了一顿 目送对方离开后 小黑委屈的眼泪都快掉了下来 等再次约见烧姜的时候 小黑只能拄着拐杖来了 即使身受重伤 他依旧没有放弃追求烧姜 妹子听说小黑与独步决斗输得很惨 但他却死鸭子嘴硬说自己没有输 回到酒店后 小黑回想着刚才烧姜对他说的话 他不理解妹子为什么认为自己不太像的男人 就在这时 房门的铃声被按响 服务员告诉小黑有人邀请他去宴会厅见面 到了地方他才发现 邀请自己的人正是父亲全王阿里 这个男人来此的目的是为了战斗 你知道在地表最强生物的眼中 认牙的实力达到了什么水准吗 就在刚刚 全王阿里专程来找儿子战斗 小阿里听到这话瞬间就懵了 父子俩好不容易能见一面 为什么刚见面就要打架呢 原来五年前阿里在和儿子鄙视中被打倒 这是他职业生涯中首次被判击倒 小阿里觉得老爸当时都五十多岁了 被击倒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拳王却认为人与人之间的鄙视和年龄无关 父子之间的鄙视更是如此 当时输了是因为他太疏于训练 所以自那以后 他便从仓库找出两公斤重的工作学 越野走了整整三个月才开始跑起来 之后是打沙袋 吊球 跳绳 等开始与身经百战的搭档练习对打时 那已经是一年半后的事情了 为了恢复到能对战的地步 阿里花了现意十七九倍的时间去准备 可小阿里现在身受重伤 并不想与父亲对战 听到这话阿里表示非常遗憾 没想到他的儿子竟是此等懦夫 会怕自己这种百病缠身的花甲老头子 拳王告诉小阿里 武术不需要顾忌时间 地点和对手 而你竟然毫不支持地担心自己的状态 真是丢脸了 在阿里的激将法下 小阿里心中的怒火彻底被点燃 他接受了父亲的对战邀请 随后小阿里扔掉拐杖亮枪地冲向父亲 但下一秒拳王就狠狠一拳将儿子打倒在地 此时小阿里才明白 父亲在这五年里的训练有多刻苦 实力比以前更是有增无减 虽然他还没有恢复到全胜时期 达不了15回合的比赛 但教育教育小阿里却是足够了 父子交手了数个回合 小阿里被拳王完全碾压 在其被打飞到墙边后 拳王再次发起了攻击 被击倒的小阿里很困惑 自己应该比父亲更快更强才对 为什么最后倒下的却是自己 阿里告诉儿子 他现在还太年轻 不仅速度慢 实力也弱得离谱 说罢他便喊来了保镖 让他们将小阿里抬到自己的房间 见儿子默不作声 拳王猜出他对武术有些厌倦了 毕竟短时间内吃了四连拜 丧失信心也是人之常情 最近小阿里被教训的事情拳王都知道 因为德川老头是他的铁杆粉丝 把一切都告诉了他 拳王希望小阿里放弃习武 从武术世界里解放 可小阿里这时却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 无意退出这场争夺最强的游戏 甚至就连百病缠身的老拳王 也想要不择手段地打赢儿子 如此充满魅力的游戏他怎么会放弃 就在这时 德川突然开门走了进来 他询问小阿里是否要和任牙交手 还没等儿子回答 拳王就抢先开口 他说自己儿子是个懦夫 肯定没有胆量与任牙战斗 到时候大概会随便找个理由拒绝比赛 激将法再次奏效 小阿里直接跪在德川面前以表诚意 他希望老人帮忙 让自己能与任牙有一次比赛机会 很快任牙那边也传来了消息 他答应会全力以赴和小阿里战斗 就连一点反对都没有 德川突然觉得事情变得诡异起来 与此同时 小阿里正在带伤训练 不知练习了多久 拳王过来告诉儿子 任牙接受了小阿里的挑战 但前提是他必须在最佳状态下应战 听到这话小阿里瞬间就燃起来了 不仅身上的石膏全部碎裂 四肢的伤势也神奇的痊愈了 没过多久 勇次郎便来到酒店登门拜访拳王 恐怖的气势让门口的保镖差点当场吓尿 还好阿里及时出门就吓了二人 拳王感叹勇次郎还是和三十年前一样年轻 他询问对方任牙是个什么样的战士 勇次郎思考过后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任牙现在虽然不完美 但身上毕竟留有自己的血脉 无论是身体机能 意志力还是经验 都远远凌驾于近代的奥林匹克选手 可以说是地表最强人类之一 小黑伤势痊愈的第一件事便是找到了烧江 向对方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他不仅极度任牙得到了最强的诡报之力 还得到了世界最强的称号 这两者都是他渴望获得的东西 为了获得这两样东西 他必须跨过任牙这个障碍 而另一边 德川正在询问诸兽对这场比赛有什么看法 诸兽虽然没有与小阿里和任牙交过手 但他却与拳王阿里打过比赛 对方使用的并不是拳击 而是拳方位的武术 作为拳王的后代 所以他觉得小阿里绝对会获胜 独步和瑟川也认为小阿里能赢 经过四连败的挫折 那孩子肯定已经变得更强了 或许在比赛当天 小阿里的武术将进化到完美 这是任牙与神之子小阿里的终极一战 但结局却让所有人出乎意料 在得知任牙接受了自己的挑战后 小阿里乘上专车前往地下格斗场 开车的司机都不禁开口夸赞他的勇气 竟然敢跟任牙这个冠军进行无限制比赛 除了范马勇次郎之外 任牙大概是世界最强的男人 到了目的地 小阿里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前往地下六层的竞技场 这时他才突然意识到这是一场纠集的生死决斗 除了不能使用武器外没有任何规则 没有犯规 没有裁判 甚至没有击倒 小阿里瞬间就被紧张感包围 全身都在止不住地颤抖 为了缓解紧张情绪 他在休息室里疯狂挥拳 很快比赛的时间就到了 小阿里从走廊进入竞技场才发现 此时的看台上早已坐满了观众 所有人都在期待这场比赛 看着对面的入口 小阿里心里明白 那个比独步等人都要强的男人即将出现 此人正是地表最强生物犯马勇次郎 他当着小阿里的面承认了任牙的实力 随后这家伙便充当起了裁判 亲自为二人加油打气 任牙静止走向小阿里 小阿里鼓起勇气挥出拳头 可结果却被任牙轻松躲了过去 然后狠狠一记重拳打到了他的脸上 前后加起来连两秒半都不到 小阿里就被任牙打倒在地 等他恢复意识任牙才缓缓开口 询问小阿里还要不要接着打 见任牙没有继续攻击 小阿里连忙退到了一个安全距离 并扬言刚才的击倒是任牙唯一的胜利机会 刚才的这一拳彻底打醒了小阿里 他现在已经做好了一死相拼的准备 随着脚下阿里留五步的启动 小阿里表示自己会在被杀之前杀掉任牙 可就在他侃侃而谈之际 任牙对其下体来了一招致命打击 可怜的小阿里在地上不断发出哀嚎 但任牙却丝毫没有手软 一脚下去直接将对方打得失去了意识 就在任牙锁住小阿里的脖子 准备彻底结束战斗时 拳王的出现引爆了全场 看台上的观众都不在意他打断了比赛 就连被打的任牙都深感荣幸 但如果阿里没有插手 那么任牙肯定会杀了小阿里 二人简单交谈过后 任牙转身看向了勇次郎 他要向自己的父亲发起挑战 这场战斗既是他最后的防卫战 也是他故事的句号 当年父子之间的对决 任牙被永次郎狠狠按在地上摩擦 妈妈为了保护儿子命丧永次郎之手 现在二人是时候做个了断了 永次郎跳入竞技场大校出生 他很高兴儿子成长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不断追求强大的力量 德川还以为永次郎将任牙看作敌人了 但实际上永次郎只是将任牙当作食物而已 一旁的阿里明白 永次郎说出这些傲慢的话并不是虚张声势 但任牙却一点面子都没给永次郎 反倒是询问他是不是年纪大了 自己说的话都听不清了 听到这话永次郎并没有生气 而是转头看向烧江 永次郎临走告诉德川 自己会通知他关于正式决斗的消息 任牙与小阿里的比赛以这样的结果拉下了帷幕 任牙和烧江来到休息室 妹子一直在称赞任牙的强大 但任牙却说小阿里也是位优秀的战士 说不定自己也会被一拳打倒 即将到来的父子大战也只不过是随处可见的父子吵架而已 与此同时 战败之后的小阿里在走廊哭得泪流满面 老拳王眉头紧皱 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儿子 在他离开没多久 烧江便走到了小阿里面前 想起他曾经意气风发的模样 妹子于心不忍 随即便安慰起了对方 而另一边的神星会总部内 独步和瑟川正在谈论昨天的比赛 如果他们现在对上如今的任牙 那基本上没有丝毫胜算 与此同时 烈海王几人也在谈论着即将发生的父子大战 虽然勇次郎是地表最强生物 但任牙也早已今非昔比 他不仅在大类台赛上秒杀对手 并且在与小阿里的战斗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各路高手对任牙都给予了最高的肯定 身为哥哥的杰克听到勇次郎认同了任牙 差点气得当场发飙 没过多久 任牙家里便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独步和任牙已经认识了很长时间 可有件事却令武神觉得很奇怪 同样是朝着最强前进的人 他们竟然一次都没交过手 任牙感觉只要自己点头 独步立刻就会给他来的大飞脚 面对这个问题 任牙解释自己学习武术提升实力的目的与别人不一样 他只是单纯地想打败父亲而已 而勇次郎恰好是地表最强 所以任牙只能努力变强 如果勇次郎是地表最弱生物 那自己成为第二弱也没关系 当天晚上7点50分 众位格斗家都齐聚竞技场 他们想看看任牙打算做什么训练来应对勇次郎 只见少年站在场内一动不动 他在等待想象化为尸体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任牙通过鬼脑想象出的对手终于出现了 与此同时 连在东非的国家公园中 正打算与猛兽搏斗的勇次郎也感受到了这股气息 五名最凶最恶的死刑犯又要开始搞事了 警长带着人赶到柳龙光的牢房时 看守早已全军覆没 而柳龙光也不知了去向 这位独守大师曾经差点要了刃牙的命 后来被本部砍断了一只手 最后勇次郎一巴掌下去打碎了他的半边脸 警方将其逮捕后 柳龙光被特别关押了起来 断掌装上了铁钩 皮肤则是用雅克力取代 并且目光呆滞一言不发 所以众人都同意将其转移到普通牢房 在床单落地的时候 现场的柳龙光也不见了踪影 得知了事件经过 警长决定去确认下其他死球的情况 于是他来到了华夏白灵寺 自从大类台赛结束之后 多利安便被安置在了这里 毕竟他是曾经的海王之一 曾经的他用藏在体内的大量武器和道具战斗 最终被烈海王一拳击败 智商退化到了婴儿阶段 一心只想着糖果 警长进入到房间内 发现此时的多利安正在里面画画 而画的东西依然是他最爱的糖果 他不知道已经画了多少张 外界甚至还有人出高价购买 虽然多利安看起来人畜无害 但问题是他的姿势很奇怪 这是为了强化下半身训练的一种 在华夏武术中被称为战装 只有碗中小山般的糖果吃完他才会停下来 所以他的大腿才会变得如此粗壮 体重也比之前重了20公斤 警长突然意识到 多利安这并不是在附近 而是在韬光养晦 随后他又来到了关押多尔的监狱 据狱警所说 多尔在失去势力后 他又把自己的耳膜给打破了 所以这家伙现在已经是又龙又侠 之前在与克斯的战斗中 多尔主动认输尝到了败北的滋味 但他进入监狱的时候 却对典狱长说了句奇怪的话 如今过了一年半 多尔在房间里的举动突然奇怪起来 由于牢房脏乱差 蛇虫鼠蚁到处都是 所以会有蝙蝠为了捕食进入牢房里 可又龙又吓得多尔 竟然能在黑暗中抓到灵活的蝙蝠 并且又说了奇怪的话 警长明白 多尔舍去谨慎的听觉 就是为了获得敏感的触觉 而另一边 还上监狱中的希科尔 似乎并没什么异常 但如果非要说的话 确实也有一点 某天预警巡视的时候 身上的一枚硬币 不小心滚进了里面 可当希科尔将其送出来时 硬币竟然像纸屑一样 被揉成球了 在预警的带领下 警长来到了希科尔的房间外 顺着窗口向里面望去 警长的脸色瞬间就变了 因为此刻的希科尔 正在抓着什么都没有的墙壁 不知是睡着还是醒着 并且他会持续这个姿势直到早上 至于最后的死球斯派克 他自从被花山打败后 身体便瞬间衰老到了97岁 现在斯派克在医院卧床不起 在医生扫描的热成像下 肌肉发力时颜色会伴着体温变化 斯派克从肩部发生的温度 会一口气扩展到双手 然后从手掌移动到胸口 腹部和大腿 接着是小腿 最后延伸到脚尖 这一连串的肌肉运动 大约1.5秒 斯派克在清醒的时候 一直都在重复这个动作 前几天医生向运动生理体能研究所 发出了这份资料 对方回复这个动作是在游泳 并且是消耗最多的叠泳 热成像上显示的色彩 表示斯派克用了超乎游泳的力量 在像麦芽糖一样的高粘度的流体里游泳 通过这种方式 让自己的肌肉从萎缩变得重新强壮起来 五名死球的动作 像极了曾经发生的共识性 难道他们是打算卷土重来一血前耻吗 如果是去东京复仇的话 那几人分别会找上谁呢